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就有请小说导演 给我们做一个主题的演讲 有请 抱歉 在小说导演上台演讲之前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先把它做掉 那就是上海文化电影院 正式的聘请 我们中的邀请小说导演 出任我们上海文化电影院的 客户教授 我从学校毕业过多年 女生看电影 最后会做一个教授的事 这会干过呀 不知道怎么 我们跟大家去年中嘴巴讲电影 站在这里说 所谓的主题演讲 也其实也不是 就更不会 所以就主要呢 我想就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两天吧 就是放这个三部片子 还有这个由来 还有这个 整个这个 拍片 或者做案动机 那首先在之前 我要感谢就是 您的 这个江区的文化局 在文化电影院 给我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来集中 把这个三部片 其实是 带回了我的家 其实应该说是带回了 可能说我出生在上海 变成原来一个很奇特的梦 就是 住在上海 但始终 不能归为是上海人 所以这种地方也很陌生 其实 那通过电影呢 来 来做这个梦 做好这个梦以后呢 其实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十年前 在《青红》拍完的时候呢 就想 有朝一日 能够受到上海的重视 因为那个 《青红》那个电影的英文名字 就叫《湘海军事》 说梦 但是呢好像差点见了 那个时候 又拍了《我十一》 还是差点见了 然后我就一生气 再拍《长日》 但《长日》里面呢 没有再继续延续上海 因为回到了北京 因为这个《三线》 不光是上海嘛 在各地的地方 包括北京 但是那儿 好在这个《三个天》 弄完之后 今天 又有这么一次 延续广野机会 所以他特别感谢我们上海 这块《龙汉》 也感谢我们上海 陪着《强忍的》 看这个所谓的 你们说的艺术片 这么一种心情 压抑的心情 陪着《三部电影》 走完这一段 那这个三个片子呢 有一个暗含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它的背景 它的背景呢就是 叫当时66年 65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三线建设 那三线建设 那三线建设 为什么在上海 说起来 会特别特别的重要呢 就是因为 其实三线建设里面的 很重要的主力 人员还有工厂 是其实从上海出去的 散步到很多地方 打西南打西北 还有很多 这个 这一段的历史呢 实际上可能 我相信年轻年 七零后 或者八零后 就不可能了解 不可能知道 可能离稍微大一点 还能够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 简单介绍的话 就是说 66年 这个 当时的政府 为了 西南的建设 同时也为了防止 打仗 或者说情况不紧张 那么就把沿海的大工业 就越迁 越迁到一个山区里面去 这样防止打起来的话呢 我们还有军工的东西在 特别军工企业在里面 还能够支撑 还能够不会 瞬间也遭到破坏 就这样 所以就 有一个 大的千里面 的 支援三线 这个三线 不是现在的三线城市 一线城市 是整个这个 就是 从沿海叫一线嘛 打起上来就是一线嘛 比如军舰过来啊 比如炮弹过来啊 握在一线的大城市 摧毁 然后再往过大套城市 二楼叫湖南 那边叫二线 将戏剧场再往前 众生到里面 要打三线 所以呢 就我们家 就是 其实我住在上海 金安医院 还到金安医院 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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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五个月 我就 就跟着父母 就 我母亲是上海 光学艺场 传光场 我父亲是上海戏剧学院 表导 母亲的 然后他们其实 他毕业以后 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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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就是兩地分居 而且萬一剛剛一開炸彈就過來 一打起來戰爭就爆發了 等於說是兩口一燈在一塊兒 一燈就能在一塊兒 所以我父親也同時呢 就離開了上市 所以很快大概是一打報告 這邊一說 優劇的時候是只要內遷走了 馬上一報告就停 而且是要鼓勵是全家都去的 所以說不是一口一燈 希望全家帶海味蜂去 將方在這塊建設比較安心 所以鼓勵全家去 那我父親就 當時就離開了上市 就到了三縣 那我也就在三縣 我在貴族後就長大了 那麼我們是因為是上光廠 上去光學廠過去 大陸開了一個也是光學廠 是前往印的軍事的 大部分全是上海 當然我們工廠裡 也有各地的 有北京的 有東北的 很多地方 但是絕大部分是上海人 在那個小的圈子裡面呢 小的工廠大陸 全屬上海過去 所以我從小呢 從從基地一開始 其實我對上海沒有影響 然後我也自認過 我父親不是上海人 我父親在上海十二年 他就不會講上海話 我父親在上海 所以我們家呢 是在上海 其實是沒有親戚 沒有朋友 沒有個人 序列過去上海裡面 關係的 所以我長大的時候 過程中的 我就很疑惑 我知道我是在上海 但是家裡沒有 就像別人家裡 有一爺奶奶啊 還有外婆啊 或者還有哥哥姐姐 還有父母的兄弟姐妹 都在上海 親戚朋友在上海 我們家是沒有的 但是那個環境全部是上海人 然後雞雞噹噹噹噹噹 講上海話 靈女之間做那個雞太混用 那樣什麼的 端來端去 不像吃那樣什麼 這是我小時候 對上海的運氣 所以我潛意識別 也有覺得我是上海人 因為我們在講的話 對話慢慢上海 上海話 所以我到現在已經說了 就是因為特殊的環境造型 然後我在這樣過程中 其实我是无忧无虑的 因为我对外界是没有任何印象 一生点就长大就是在山里面 群山环绕的地方 反正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其他地方 那种贵啊 除了上海很难的 而且我们家因为上海就有亲戚 北京的亲戚很远 所以每到过年过节 很多的邻居都 比如说上火车 打包小包的 就回上海叹个心 一回来就上海了 糖 盐 酱油 日酥 打包住奶糖 什么时候往这边移 上海蛋糕 全上海的往山里面移 那种就很羡慕 上海有亲戚 应该这么多上海过 有时候小朋友 能够分到一份奶糖吃一吃 然后就知道有一个上海在远方 但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需要还够着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慢慢地成长 然后接触到这时呢 是我最敬的以下的 解放邻居啊 还有包括我父亲 他的经历 他的这个 应该说是情绪嘛 他带有一点点 很 不一样的 对别人不一样的情绪 因为他不是一个工人 他到了一个工厂里面 他做什么呢 他一开始只能做这个工会 就是摆桌子啊 什么领导开会的时候 他摆桌子啊 什么机器查什么 就很奇怪 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后来领导一看 实在有的心 说那怎么办呢 他就去车间里吧 去车间 他去车间也会啊 怎么办呢 就给他弄到一个油漆车间 因为油漆这个机器 比如说 哎呀哪里 什么坏啊 哪里什么叫 刷桌子的气是不需要技术的 你拿刷桌子刷 刷平均吧 结果他刷了几年以后呢 觉得还是不行 后来就是 中国朋友 就调到了这个 贵多省的京剧团里 那这贵多省京剧团里面呢 终于找到一份 跟他接近的 跟他舞台嘛 但那也是京剧 样板戏的一个时候 毕竟跟免化 去找画的不一样 在那个时候 也没什么细法的演 也没什么好唱的 所以就这样过来了 那么这个十几年 后来我们是79年离开的 这十几年在贵多的生活 包括看到父亲的这种 就身上就是 自己的专业 就得到六半到八灰 就是为了照顾我们 就留在那个山里面 这样一种经验的成长 让我觉得这一辈子 在我看我父亲一辈子的时候 感受非常深 因为人类一身 他不像游戏 不像什么被重启重来 他是不可能的 就有一个选择 或者一次的被选择 他就走上了这一条路 那等到他退休年纪大了 稍微再变化 他也其实来不及了 很多东西他就跟不上 因为这样的事情而过了 顾过了 所以说三线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没有感觉 没有影响 因为离大家太远了 而且是在整个上海这个区域 也是一小部分 但是对我来说就很一样 因为我精深地看到了 成千上万的这些人 他们的经历 还有包括七八年以后 那基本上就是改制了以后 这些老的军工企业都 基本上关张了以后 那么这些人在争取 回来 很多人就回不来了 很多回不来了 因为上海的户口啊什么 家里的多续老房子 他们一走 其他身边分分拆拆 现在就没有他们的地方了 就回不来了 那有些人通过很多年再回来 老年了回到这里来 什么地方的话 我们只知道 户口和关系还是在回夺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必须留在那里 那么当我们户辈这样 已经很多人都去世了 从三十岁二十八九 七八岁的时候 六十年代 前面政策支援了三线 离开了上海 一直到他们就是 在那里去世 他们的孩子 生日变成了贵州人 贵养人 他们的语言呢 也在慢慢地消减 就是从一代的上海 慢慢到第二代的贵州化 和上海化交界 然后再到第三代 也成为贵州化 那对上海更是一个梦 上海梦更遥远 越来越遥远 慢慢慢慢地 统和成当地的贵州人 所以在整个我们的上海这块 有很大的禁忌 其实就是说法 基本上是为了祖国的建设 为了国家的安危 就整个把自己的一生 或者家庭 以及未来的全部 放在这个异乡 这就是三线的这个 由来 以及我所了解的三线 所以为什么后来我拍这个电影 大家都很奇怪 说万里怎么回事啊 还一步还不够 那两步还三步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历史 和环境和背景 它不是当时一下子发生了 然后一下子就结束了 就算是它结束了 但是我刚才说的 它一代一代的人 它受到影响 就是他们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就是这样的 那么他们不再回到贵州 他们的新的故乡的时候 他知道他一辈子 这样就在那儿了 孩子就在那儿了 所以呢 他们这些影响 不是一个时期已经结束了 可能要连强谈长续期 这个为什么说三步 到了老年这个床路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在收银起来 那这就是我所说的 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人的这个艺术创作 是否和人的经历 经历是有关联的 他的生命体验是有关联的 那一个人他的性格 他要做什么 他要说什么 他一般都离不开他的过程 我们经常想说忘记过去 实际上我觉得 想要忘记是忘记 你虽然可能表面上忘记了 但实际上你确定有一个记忆 深深地烙下我 你曾经过往的一切 再加上说 一个人如果他会轻易地去忘记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呢 就像我今天的同学里面呢 他们有的 来到了上海之后呢 他们就选择忘记 他们就把过去二十几年 三十年在贵州或者在四川或者那里 他们经验过的这些三线经历 撤断掉就不谈了 想要从记忆删除 因为他就说我后来就上海了 我只不过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 都能被圈子还是比较少 他就要割断了 那割断了以后呢 当然是作为一个 假如如果他作为一个生活 为了更好地往前走 他割断就可以了 因为他可以在上海南方 重新讨论上海 跟上海的其他同学 重新用一种正常上海人的经典 非常交流 而不至于说我是来自于三千万会做 这样的话可以给人造成很奇怪的感觉 这部位置他就割断了 但是呢 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割断就是很残酷 也很残忍 也很割断 因为我就从那来的 我命运就是这个 那我特别是我要从事什么呢 要从事艺术创作 那艺术创作 它会需要这些东西 它会需要 你看很多的艺术家 小说家 他心里的同年 和成长的经验和经历 不管它美好也好 残酷也好 这都是他在创作的基本的功能 就根源 力量的根源 所以呢 如果从事艺术创作的话 我觉得旺季是可耻的 那不管是我们从同观的 大的历史的旺季 还是比小的 微观的 个人生存的一个经历的旺季 都不可以去 特别是找艺术创作 那么 对我来说 我在总结我自己的时候就是 我要把 这一份经历 甚至我对父亲和同伴 看到的经历 当成一个财富 别人说起来很功夫 我吃高糖 我没有衣服穿 我穿得好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这些就是我的命运 就是我的经验 我把它分享出来 那这就是我所谓创作者的一份 在这个达的版图里面 一份 独特的一个贡献 我可能追求跟别人一样 但是我贡献了我的这个 这就是我在这个三部曲里面 打出来别人怎么去怀疑我 或者说你怎么 你怎么 为什么要这样 死定了这个话不放 那我说行 我说这就是我今天跟你分享 你为什么不放 为什么要做 那么我觉得再说到这个提报 就是说大部分 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个人也好 我们经历一切 其实不管它是好是坏 是灾难还是丢灾 是明天的幸福的好的回忆 其实都不能忘记 我对现在的所有句话 对过去说 忘了过去 去上前看那是一种律制 那是我们生活的层面 现实层面的律制 赶快去建设就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慢慢要可以在这个 推进和建设中 更多的要提到一些什么 对过去的梳理 对记忆的重新的实解 我们只能掉的太多 遗忘的太多 剪回来梳理清楚以后 其实导致未来往前走 更要是有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什么国家层面 还是我们个人层面 那么一个人 一个是物理层面的 跟世界的沟通 物理层面的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穿好衣服 吃东西要吃好东西 我们要慢慢地把 物理的这方面的生活 基本东西要弄好 物理层面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精神层面 那精神层面 就包含着你的思想 你的意识 你的意志 还有你的记忆 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 那么艺术是什么呢 艺术实际上就是 一个人除了物理层面 跟世界的关系外 就是精神层面的 你的个体的意识 对世界的关系 那么是 我们不能说 谁高 谁低 但它不是定属 如果你没有了这个 你光是一个 物理上的一个 这样的生存者 那是一种一类人 还有一个人可能 他不需要太豪华的外包装 不需要太豪华的豪杰豪权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对他的 那这个本意是 因为精神很富有的 同时他是从事很崇高的 艺术工作人 这样的一类人 他有更多的精力 一类人 他有豪华的外包装 要豪杰豪权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对他的 那这个人一定是 一个精神很富有的同时 他从事很崇高的艺术工作人 这样一类人 还有一种 豪华的外包装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要豪杰豪权 他一定是 因为精神很富有的 那这个人是很崇高的艺术工作人 这样一类人 还有一种豪华的外包装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要豪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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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豪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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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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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那这个人一定是 一个精神很富有的东西 它是从一类人 还有一个很崇高的艺术 它一样活得很富有 要豪杰豁 还有豪华的外包 就是它的 那这个人一定是 一个精神很富有的东西 它是从一类人 还有一个很崇高的艺术 它一样活得很富有 要豪杰豁 它是从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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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一类人 还有一个意思 一个精神 很富有的东西 从事很崇高的 艺术更富有的 豪杰豪 还有豪华的外包 一样活得很富有 一类人 还有一个意思 一个精神 很富有的东西 从事很崇高的 艺术更富有的 豪杰豪 还有豪华的外包 一样活得很富有 一类人 还有一个意思 一个精神 很富有的东西 从事很崇高的 艺术更富有的 豪杰豪华的外包 一样活得很富有 一类人 还有一个精神 那这个人 肯定是一个精神 富有的东西 从事很崇高的 艺术豪华的 外包的豪杰豪华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一类人 还有一个人 就是他的 那这个人 肯定是一个精神 很富有的东西 从事很崇高的 艺术豪华的 外包的豪杰豪华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一类人 还有一个人 就是他的 那这个人 肯定是一个精神 很富有的 同事很崇高的 艺术豪华的 外包的豪杰豪华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一类人 还有一个人 就是他的 那这个人 肯定是一个精神 很富有的东西 从事很崇高的 艺术豪华的 外包的豪杰豪华 就是他的 那这个人 一类人 还有一个人 写人 她一样活得很富有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一类人 写人 做一个精神 从事很豪华的 外包的豪杰豪华 是很崇高的 艺术豪华 很崇高的 艺术豪华 就是他的 那这个人 一类人 还有一个人 这个一定是 一个精神 很富有的 更豪华的 外包的豪杰豪华 十八 艺术豪华 豪華的外邦人 富有的東西 我們一樣活得很富有 很崇高的藝術 就是他的 豪華的外邦人 我們一樣活得很富有 很崇高的藝術 就是他 那這個要豪華的火車 他肯定是一個精神一類人 還有更豪華的外邦人 富有的東西 我們一樣活得很富有 很崇高的藝術 就是他 那這個要豪華的火車 他肯定是一個精神一類人 還有更豪華的外邦人 他一樣活得很富有 很富有的東西 就是他 那這個要豪華的 那這個人是很崇高的藝術 一定是一個精神和豪華的火車 還有更豪華的外邦人 他一樣活得很富有 很富有的東西 他肯定是一個崇高的藝術 就是他 那這個人是很崇高的藝術 就是一個精神和豪華的火車 還有更豪華的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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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樣活得很富有 很富有的東西 就是他的 那這個人是很崇高的藝術 另外更豪華的外邦人 就是很豪華的外邦人 有更豪華的外邦人 有更豪華的外邦人 是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要豪杰或合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有富有的东西 就是它 那这里的一根 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很富有 是很崇高的艺术 要豪杰或合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一类人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就是它是从来豪华的外观 一根人律师 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要豪杰或合 一类人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要豪杰或合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肯定是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就是它 那这个人 要豪杰或合 还有一个富有的东西 它是从来一类人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一类人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就是它 那这个人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很富有的东西 它是从来一类人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就是它 那这个人 很富有的东西 它是从来豪杰或是 还有一个精神志很崇高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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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一个非常目的性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一个非常目的性 可能还谈不上更高端的什么 什么故乡啊或者群根啊 那个时候才有这种 对 摸车后啊 穿好到上海才有的 那我想发展到现在的话呢 因为确实城市之间的落差 已经做得很大 你现在到贵阳去看 贵阳说那我还不愿意去你们上海 还不愿意去你们北京呢 冰西未来 吃就不好 我们就有新鲜的菜 冰西又好 所以这个当时的城市之间的建设落差 会造成这样的事 这个 其实导演勾起了我的上海更好 我的上海也挺好 这个 我也是读书的一个 其实先去的是北京 老家山东北上海的 2000年我第一次有机会来上海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 我从南京坐火车 快要到上海的时候 我的心一直拉住 因为我在告诉自己什么呢 我说我要去一个资本主义的东西呢 要去一个资本主义世界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 上海有个著名作家的陈丹燕 他写了一篇文 他说当他从那个红桥机场 拉了一帮外国客人 进入上海的时候 这些外国客人感慨两句话 说这不是中国 但这又是中国 这个就是上海 上海的特别 那么我自己其实过来也写过 我在上海的很多研究 我说上海 其实有一个高加路上下的上海 尤其是高加路上的上海 你在高加路上的上海 因为大家知道 小时的导演 已经拍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电影 去上海 Oh sorry 那是属于一百人 其实特别重要的 拍一个高加路 高加路上下的上海 是一个非常有分层的上海 包括我们今天谈 这个上海的实质化 都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特征 我们稍微中断一下 因为我看到余志庆余律师长过来了 欢迎一下余志庆余律师长 所以大家今后年轻的导演 永恒律师长的 永恒律师长 永恒律师长 找余志庆余律师长 最帅 帅 帅 这位置做余志庆余律师长 在哪里 应该是一部分 有点 封销余律师长 有点 又有点 我希望 那些穿过去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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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点 有点 有点 罗业是不是很习惯心 活得出商业篇 还是不如商业篇 我说看完电影再说好 他们有说另一方摸门呢 但是呢 我倒希望他赶快进行商业篇 我也希望赶快和暖肉 在商业篇市场获得巨大成功 那这样的话 罗业就特亲民 没有对手 罗业我们三个是互相支撑 互相帮助 然后互相有激励的一个关系 送我一个 我就得忍受一个孤独 我们得享受一个孤独 再送一个提示吧 我们的男生 谢谢 我在别的朋友请问之前 我要看他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提到的 你提到的机会 我刚才跟小学导演说 我说隔壁楼 海哥导演在做院长 小帅导演在做戏五月 在做影响那个学院来的 我说这个将会成为中国第六代的大人 小帅导演已经接受我的邀请出任这个学院长 我问一下这个教授他还是院长吗 院长必须服务于教授 尊重教授 真会有回答 没关系 我跟假论 都变成上下级关系 没事 他万一见到我要聚工的话 我没办法 哈哈哈哈 教授大 教授大 教授你院长 教授当然也比较大 院长是一个行政的服务 恭喜恭喜 这特别好 特别好的消息 这个学生会很幸福 下一个我再把那个楼叶老长的庆佛了 我想说的是虽然假当科被我请来做院长 但是我前两年仍然毫不留情的 在批判完凯克导演以后 批判了一下假当科导演 后来我就不敢贴批判假当科 批判凯克导演的那种药了 但是批判假导演的那种药了 我敢给假导演 因为我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用 标题是假当科 把握真实的模式包装 是否还可能 因为我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的人 包括小学导演 我们的第六代导演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充分的调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记忆 对一段时期 尤其是转型期的中国 做了一个真实的 触及底层的这样一些传辆 小学导演的贵州这边 三线人都寄托了中国人 一段历史 一定成长 为什么这几位高人 在国际上这样受重处 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到了真实中国 至少看到了真实中国的一个侧面 但是从贾导的相当后人产生争议 开始 我也在问 我说贾导看 他前那部分 人的记忆有关的 大家争议比较少 后边就产生了争议 但是大家也已经四零五年了 您拍了很多关于您记忆的人 我也在考虑 是不是你的记忆已经被消耗了 已经被拍完了 如果拍完了你的记忆 拍完了你的生命体验以后 不是你的下一步怎么转 因为前面有两位导演 比如说张一龙导演 后来又转型了 转型回座上一天也很成功 凯克导演也转型 转得有点纠结 是因为凯克导演 还放下自己原来的一些东西 不是那么称 如果我觉得贾导自己呢 我觉得他有意识的转型 那我也想问王导 你的 当时我当时我会有一个问题 你的下一步打算开始吗 或者你的下一段打算开始吗 你是否还有人生的经验 记忆的充分还没有宣泄完 还是把说 你说我离开自己 我开始往外看 我想说 那到底是太专业的女士 比如说这个思考 我们的都特别好 因为你的思考 其实都已经转到一个 不光是一个从外向看 转到一个导演的角度去看 确实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把那个 你的这个储备 记忆有多少 耗尽 怎么办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问题 因为首先有一点呢 我觉得 当然记忆是重要的 但是记忆的重要处在自己哪里 跟他我们经常说成的 就是说 怎么说 为什么人老子也会把记不入眼前的事儿 人到年纪越大 小时候记得越辛苦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跟他的这个 本身跟记忆力有关系 它是和生活的这个经验的 在社区的这个刺激度有关系 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这样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每天现在上了一定年纪 你会觉得 每天的日子都这样 他什么都见过了 什么都经验过了 什么都经历过了 什么都经历过了 什么都不刺激了 吃的喝的 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来刺激它 所以在 他的记忆层面上 他就不会产生过多的流程 为什么说这个时候说 人年纪加小说 因为他也想到 都是小说 生命里最最最最初的那些刺激和感动 为什么有时候初恋很难忘 那个时候的刺激度大 他感受强了 它是在记忆里面 它是刻深 你第一次吃一个很好吃的 大白头奶糖的时候 你现在我们吃就没有感觉了 只能回忆到那个时候的感觉中 那个时候的刺激是大的 所以说 就是记忆的设计在那边说 确实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它不可能永远 但是呢我就到后面呢 其实从记忆里面走出来 就要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你对这个社会的世界的关注 就你要用一个 作为假如你是从事一个艺术文化者 那你要去更加注意 去调用你的心去敏感地触碰 现在的一切 等于说是可能已经不是为了 完整的记忆了 而是为了更多的跟这个社会基金 用你的这个大脑基金 跟它过多的思考 这个时候可能不是触碰 而是触碰 所以有些东西触碰到你 因为社会的变化 它的气质末前 你可能能够活动到 这可能就是有一些人 成为你创造的这个动物的人权 当然记忆会提供 但是记忆可能能有提不空 因为拍电影太难了 写少说法容易提供 为什么有很多长篇小作家 两篇以后再写就写不动了 就确实它 用小作文字 把它给天马行径 把所有的细节全部全部填布出来 电影不可能 像我十一阵的电影拍的 我有很多遗憾 因为有钱的关系 点缘的关系 很多人它制造不出来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放进去 所以说其他小派很多 还有很多 但是人家会一直从古人越境 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的创造就是 其实你在每时每刻都在 要对社会 对人 对你的变化 才能关注 有左右其实已经 不是你对人的记忆 左右其实就是 对中年的内存状况 还有独生子女的状况 就各种思考来放进去 所以未来呢 我们今天的上台里面都在 也在静安提供嘛 我们也公布了一个 未来我的一个大概的规划 就是刚才那个 我们说的是一个 家园三户群 其实应该叫家固 我可能没敢这么叫 太大了 为什么 就是说 我可能就第一位的第九天堂 就是说 可能我用更费果的来 更宏观的来看一看 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几十年 来开放后的几十年 我们就触摸在电话里面 几个家人 他的这个 提起估计 这个时候 一会儿那样 一会儿就样 一会儿就样 就这么一个 过程 他们的这个 遭遇 或者是情感的情况 那可能还有一个 可以再说 像家园 家园就属于这个 一个人几十年 为了和那个 香港的亲人团聚 做这么一辈子 最后 最后也是随着 社会变化 能去香港方便了 可能是这个 这个防茜 那还有一个 就是前道土地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 就是城镇化呀 城市呀 什么 很多人到这里来挣钱呀 用钱的一些 比如说 这些土地 你搭配了这个土地呀 种植啊 还有村庄啊 还在市区 就自然村在市区 我们中国的这个 这个工业化 和城市化 它改变了中国的很多本质的东西 所以呢 在原本在土地上的农民之间的这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啊 都在产生瓦解 所以说这几个是我觉得应该是想要 这是一种思考 同时也需要去问答案 需要具体措施把它做出来 所以如果做出来我觉得就觉得 心里就比较安慰 就比较宽慰 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导演 你跟着技术也好 跟着商业也好 都好 但同时有一个 这个心一定要 知识刻刻 随着这个 你所生活的这块地方的脉搏去做 你要去捕捉一个记忆 这些东西你做好了 我觉得 心里才踏行 谢谢 谢谢 当然我对小谷导演就有信心 因为这个小谷导演的创作 其实并不是起步于自己的记忆的开始 很多点单姑娘啊 二弟啊 还有这个 刚才提到的左右 日照神庆 再包括我们 她是十七岁单身啊 其实这些都并不是出击于 小谷导演的私人的记忆 有一个外向的对社会的把握 当然这个 包括对 呃 大国外在世界的努力 那么 我们刚才我当前提到的 展昂科导演 小谷导演 还有楼叶导演 这三个 刚才为什么提到 他们都跟两次有关系 跟真实有关系 可能楼叶导演更多 我们的真实情绪的两种反应 那么 尤其是小谷导演 如果看过小谷导演的作品 大家就知道 小谷导演有非常高的编剧的技巧 因为他的好多作品 我看的比较仔细 我也有时候也讲过 我们使用这个作品 里面有很多小的编剧技巧 我们的一些设置 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 这种圈子 其实一直被一种悬链地抓着 我一知道 我还很困惑 可能这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还是做梦的 还是还是真实的东西 这个 这个是一个雅王的这个大孩 后来他开口了 那到底他是谁 他怎么闯入这个 在他后边的那个CMA 所以这个全面 就会勾着你 一直往下走 所以这些就是属于一个导演 那些基本功 一个导演拥有了这个编剧的能力以后 那他就完全有信心 有自信 可以把握到任何一个器材 对这个器材做一些生理加工 我不知道底下有朋友有信到我以前吧 OK 您后面来 我来讲 我记得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基本的就是比较图一点 当然让我还是知道 往后有的时间的话 像我们之前 包括两个科 的教育部员也有两千三百多万 然后今天呢 有今天就是 我给你 其实都不得了 大概是八千五百百百万 然后这些购房 这个是包括这些建议的票房 然后你去看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 关于国内的一个建议 建议的建议 建议的体验 你们这个也更难得点 这样 那个 方向的票房 不得太好 一千多万 因为真正好我的压力也太大了 因为以后再给你们 如果达到一千万就成了失败 所以我觉得达王货法特别好 因为他给了我更大的创作自由 不会被达王去绑架 那至于那伟大一会呢 我觉得提醒我们 就是说这样的电影不是给人看的 当然这柜不好 但是呢要深深地去问 是什么出生的这柜柜 能好好地大老脸呢 这边的院长呢 叫张英勒 很多的力挺 半明明已经生死闭邪恶了 有这个给你们做正面的宣传 能好好地宣传呢 也会给人家一点空间 对吧 也就是因为排天嘛 百分之零点五 百分之零点五 就是一个小卖烟天的地方嘛 怎么能卖得出钱来呢 这就一跪了 这一跪了 八千多万了 这简直是 现在流行叫打脸是吧 就是打脸 我说一跪你索性就还是没有调 还是打脸 还是打脸点五 还是说观众没人喜欢这两件 那也不算了 你跪出来了 那你其家有黄金吗 但这个呢 我觉得点不正常 不正常 不应该 不应该让这些人 心灵火火烈 店人 认真正所谓店人 不管好坏 要好坏 就是每个人的判断 不应该把人家弄你心寒 正常一点 我们国家就比如说 你去排队 好好的排队 到了你 你就买两张票 你又不是票贩子 你才遵守规矩 结果光刚才买了一几个 这时候会插队 一下子就排了半天 排一下子买去两百张 到你这没票 那你说这个事情起得起了 所规矩的 你弄就好好的日子过 一两回长 这不好 但是我对我的票法很满意 因为我确实写过一些声明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 不是为我自己的 是因为你遇到这个事情 你去说一些话 发生一些声音 其实是为了这个环境 为了其他更多人 有一个未来有一个更好的 相对公平的一个空间 我想趁这个问题 我也说说几句 因为第一会结束以后 上演观察也喜欢之后 也想过一遍 第一个 几确对他小说导演说的 三角观众 看错了中国艺术面线的 或者艺术观众的一个笔 大概一千万的笔 二估一千万一个亿的笔 一部 我就改点头后 就讲这个虽然是一天明明 搞精神的 但我要客观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七十分的电影 一部七十分 不一片电影 即便是有一些意外原因 它达到了八千万的票 我觉得大概三千万 四千万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 刚刚我们看了小说导演的这部 《厉害》 我觉得好处应该在 百分之八十吧 我也不敢说 所有的人都不喜欢 那么这部片子如果 我觉得总比三千万差不多吧 其实有个算法 我觉得就是很好 对这样的电影的一个保障 我觉得至少成本 是没问题的 那么 刚刚就 一位观众也提到 绿布院线的问题 的的确是 我们现在排片的过程中 缺少一些规划 缺少一些对电影的保护 因为今天正好 我们上海发行公协会的 在这个机器上 在这边 我想我们出时间 大家可以检讨一下 怎么来做这些 因为这里边有些要突破 比如说票价 一定程度上要放开 寻找一些合适的点位 包括这个片子的贡献 我们上海发行公协会 这边专门在做一个 艺术电影联盟 专门找一些艺术电影院 来放一些艺术电影 让这个观众可以有机会 接受到这些 但是背后有一些产业的问题 和一些政策问题 上海的主要的文化和领导 其实都在关心艺术电影院的建设 艺术院线的建设 我想找机会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怎么着北刀艺术电影 有一个出口 北刀那些热爱艺术电影的观众 有一个看电影的地方 的确现在有一次公平平均 他就是如果这样的电影 都在放在目前的电影院里 你可以去让他挤出一个空间 给艺术电影给公平 因为他是第一个大法 他需要绑成这个商业 所以这里面的问题 可能就要分身了 就分开 还是说你在这个厂中 用什么样的一种其他的政策 让他开出去听 他不心疼 他的传播率 这些都是本技术上的解决的问题 但是唯一的一个概念 从大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大家是一个要认识 就是有没有更多人去认识到 这个空间应该有的 这些东西这样的电影 不应该因为巨大的商业 这种挤压就完全消失了 这是一个认识 如果说我们让它消失 那没办法 但如果有些从事这个方面来说 觉得很可惜 要保存它就要想办法 就要想办法 就是这个 很多东西都完全从前来去 那么现在严重到电影 其实这个有点点就是可惜 电影有一个部分是要用巨大的商业 应该考量另外一部分 它作为其实作为艺术作品的成分 它就存在了 所以文化的意外它也是存在 所以说这点要是想到 我相信就有办法 因为我们中国真的股豪多 钱多得太多了 就是就等普豪有文化 就把这些办法 很简单的 就准备添花 或者是等我们大家都在支持和呼吁 这点其实等同于什么的 很同于我们现在在上海都知道 你要去拆一个百年老楼 要盖上商场 百年老楼 用这种老宅人的老楼 可那个多么调咬 反对 反对这个开发商 肯定官僧国劫了 有利益收众了 然后我们就有办法价值拆 这有认识 这方有认识 就能够做到保护 因为电影就是需要加上那方面的 不光说的 前面的东西 这种东西需要保护 没了就没了 每年的嘎那电影节 没中国电影的时候 跳了脚吧 中国电影 零学习 零入闻 那有中国电影哪去了 就看着 说完以后 电影节二十天 时间一结束 就回来搞商业 没人再不关心 您也是零入闻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意识性 意识里面 无论行 而是人类 对这个东西的概念和意识在里面 我们共同努力吧 对方的 对方的 问您跟电影带导演 有关系 这个 就别发现了 他为什么 你一直在谁 你一直在谁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记得谁 我在我 我没有记忆 我跟他们太熟了 特别是跟某花导演 他就熟了 这个是知识的错吧,然后严谨丁就在哪? 刘毕业导演,对不起啊,刘毕业导演。 刘毕业导演,我是特别喜欢他们的。 从张远,还有包括您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像何建军, 我们最早做了一块摄影,他做电影《无敌》。 然后现在有一个导演刘杰也开始拍电影。 包括当然是因为最代表人的贾长科,还有楼叶, 他们都是,其实第六代五的,如果我余代水里, 如果我说余的事儿的话,就是说, 第六代最大的,我认为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不一样, 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受的教育,我们身上被你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脑子里这个闲风的都不一样, 想法还要跟你不一样。 那么过去呢,我们所接受到的普通教育呢, 就是要互料一致。 我们的思想,对吧? 需要一样,你可能不一样。 做文都要有标准。 文章都有标准,开头了。 总结和思想都有标准一样的。 所以呢,过去呢,要是说一个导演的话, 我们的思想要做文章。 因为他很终于自己的, 很多想法比如说, 那些你会非常容易, 都是怎么来开始体验 我记得创作是这样的 那么到第六代我们就直接回归自我了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创作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图景 你看到每一个人 从他身上可以读解到 了解到他的思想 他的背景 他就是这个看法 他就是这样 他就组成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电影生态 这才是从草根里面长出来的 真正的文化的力量 而不是被统一间作业 对这个抵露的最大的特点 应该举全力保护他们 但是现在一个最后在无地险 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也没办法 但是我相信这几个人 还有生命力 他们不会清晰的动摇和和弦 请你们放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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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特别希望关注我 但是我觉得 刚刚我说的 我的经验是关注我给体验生活 我是觉得像比如说的现成 包括像你们这样的人 这里面也会出现导演 不会出现作者 正好把你们的刚才所想所思 表现出来 就是说 我觉得每一个层 每一个加层 都会有很有力的种类长出来 这才是只有生命的 我同意小赛导演的这个说法 我同意说 一般一个导演到了科学的时候 会消耗掉他的青春记忆 也就是小赛导演的痛感 刺激感最强的那些记忆 这个时候 关于真实的中国 真实的历史 谁来表现呢 不要紧 新的一个年轻人物出来 最近像杨锦仁啊 碧盖啊 包括龙边野餐啊 这样一些新的年轻导演 他们在表达他们的记忆 这一代一代就接续下去了 所以你的这个 关注的这个等次 我相信会有去表演出来 表现这个记忆的成果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大家就是 但是我们大家 通过一次次的交友 一次是这样的 让大家更多的人 去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 然后更多人重视这些 这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深深不息了 我们的电影未来的真正文化 非常深深不息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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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哪位在接手 还有吗 还有要问问题吗 好 好 然后所有人都是对于 对于在这一层的 技术程度过于这些人 其他的就是 然后 然后 他在这一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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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线 我刚才说 不是现在理解的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 它是一个 国防的防线的第一 第二防线 第三防线 防线就像打仗 前面一部队 后面的阵地 后面大三线 中国整个防御的塔三线 差小大三线 确实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方 沿海是比较发达的地方 所以形成越南波差 但如果说像这种 像互为闯入者有关系 如果说说到过去的三线 当然是一个 实在在的 空降 一群上海人和北京人 躺到一个苗主地区 我们桌面是苗寨 穿着衣服 桌上有角的 这边上海的 你想像这种反差 这种慢慢的融化 适应 然后随着变化 然后大家互相都看不出来 谁是谁 这种变化是需要的 很长的 也很 怎么说呢 不能说有趣吧 也不说财联生活就这样 那这个不为苦 稍微解释一下 刚才小学导演说的 今天我们说 根据城市的发达程度 一线二线三线四线 以前的 主要是六个年代 打算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把上海这些 两海的城市 是防御的第一条线 然后往后 三线的就是山沟岭 那么为了避免中国被打光 所以要把一线大城市的工业 迁到三线去 在那边也建立了 那种工业机器 所以大量的来自 与上海为主的这些大城市的 工业迁进去 那么一批技术员也迁进去了 他们就留在那里了 青春就奔向那里去了 那么小学导演刚才说的 他的家庭其实是 就是这样一段经历 那么跟今天的六个年代 不一样的一件 看那个我十一里面不是有 我十一是昨天告诉你 他没看呢 他那个那边的父亲 学红的父亲 最后哭就是因为 其实那个时候调动的全是 最好的知识 都大学民态大学学 我母亲是发尔滨工业大学的 那现在也挺好的 都是那样的 高级的能够学 都是高人才 留在上台当然会很好 留在那里开始有新增 觉得有贡献可做 可是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要有过程的 人家什么都没有 平地起个楼 调个机器过来 搞科研怎么搞的 就很麻烦的 所以很多时候是 又遇到文化大革命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是没势赶的 能够做多少贡献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就觉得可以浪费 但是我们尝的就不错了 新光厂就出了几个 国家级的整个 好像给中国一些科技啊 应该隐先的激光啊 也开始隐先的 有很多的就有方便 好 看大家可以想 对 非常 谢谢 王大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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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 现在这个一定体现 特别特别想知道 我问一下 因为刚才我说 自己其实很想 也要想 说这样的故事 而且一直在说这样的故事 那我觉得就是非常幸运 各自的堅持以外 还要有共同的秘书追求 能够有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自己的一个团队 来支持您 然后就是 就我们所支持 我一直跟您的团队 也一直是一个公开交易 或者说有一个公怪啊 或者什么的 那我们比较好奇 就是 那我一个 自己在那边的团队 会不会是每个 宣服的团队 是一个 那不只长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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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刚刚开始拍电影 哪敢公开招啊 对 对 对 首先我觉得 人的生长 就是 同学很重要 比如说 现在来说 清华 北大 他同学很重要 所以你们将来 在这边学习的 有一年的同学 可能就是将来 你们要去 出去做事情 互相的帮助 就这样 相比较好的 或者理念啊 都一样 就是同学 像我们以前呢 还有说就是人家 部队的时候 部队的时候 战友他也不对 他战友之后 他这一群 他还是互相帮助 他是慢慢的 也是形成的 朋友前一点点 发散出来 但是有了 你做了一个两个之后 妈妈 比较不错的 和不错的 被留下来 继承了朋友 就讲一句 对 夫妻 欢迎我 我们自从你配合 对 我们自从你配合 而对 amar年 你未经常所谓的 como 有旺 Commun risk 绝对 对 其实你放心那都是一盘散沙 为什么呢 我说的这种连句是一个要根据规律 它肯定是在做连续规律的 带有商业规律合的东西 所以大家讨论 还能把规律凑起来 你颠队在它颠队在它 每天往前推 它是这样的 这个作为一个商业的项目的这种 它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东西不见得每个人都要羡慕这个 为什么 你再做一些作者性的电影 没有人可以替代你 就是说 你最多有一到两个盘具跟你一块的商量 跑过了你 然后把自己意见 它把它写出来 然后你再看 之后你再过一遍 就很多东西都要还是你的 所谓的作者性的电影 就是你代表的钱 然后它帮你糟糕 没关系 这是你的 好了 也是你的 你拿奖 都要给你補养 你害怕了 你也没办法 所以任务自己的 所以艺术的创作 最后就是光顾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呢 既要恭喜那些经常开大会 去能讨论一些人很好 IP做得非常多 很好 同时呢 你也不要忘记给国 你一个人创作 咕咕咕咕咕咕的 没人出来更好的作品 你想要寻找制作传统 你的文化电影院的同学 隔壁电影院的同学 都只是你的全场 革命 对 声音大一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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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